六十四號就是肇死幹 香港之光 嗯 香港之光 記得他以前好像出手的位置比較低一點 是 因為剛剛在網路上搜尋一下他投球的影片 是這個下勾型的投手 嗯 有可能這些年來講的話 可能接受教練團的建議 不要把出手的位置用那麼低 今年是成為香港第一位的職業球員 去這個捷克來打他們的棒球聯賽 加盟的是奧林匹亞布蘭克斯隊 哦 側頭他的職球球速可以來到130公里 嗯 而且他今年是二十六歲哦 其實十年前 零七年的雅井賽他也有來 當年他是十六歲 所以相隔了十年再度來打雅井賽 嗯 看起來真的是很愛棒球 很熱愛棒球的一個人 沒錯 最後還跑到捷克去打球 捷克光想到要坐飛機啊 很遠 他就愣了 哎唷 哎唷 結果一開始就投了一個觸身球 而且是比較高的位置 哇 是不是打到手腕哦 打到這個位置就比較 不妙了 而且打到是對方的第四棒 嗯 哎唷 哇這個 華視川黃平今天是擔任日本隊的第四棒 這樣比賽只是第一場 本屆亞井賽第一場比賽啊 還是要避免受傷的情況 對 對 其實這個我覺得 應該要退場休息 趕快去治療了 如果是你治療得當的話 或許 趕快兵符然後緊急處理一下 接下來比賽還有機會出賽 我看到防護員的手勢應該是說不行啊 不能出賽了 打在那個地方喔 怎麼練都沒有辦法練到那個位置 而且他剛剛畢竟是握著球棒 所以他的 球跟球棒之間就是靠手這個力量 把他給化解掉 雖然力量都會在手掌這邊 這實在 不能夠勉強 那甚至可能嚴重一點啊 會發生一些鼓勵的情況也是有可能喔 但看起來好像也還是要 做一些簡單的治療 想要繼續拚喔 是 哇非常敬業 所以趙斯幹應該是說我們不要一直稱讚他 是香港之光了 他會有壓力啊 那趙斯幹今天的這個出手的感覺 真的跟這個網路上看到的影片是真的 比較不一樣 來看一下側面這個打到的位置 所以我們剛剛就知道 他的球的力量幾乎都被手掌給洗手了 跟手背這個位置 哇 所以 繼續拚 唉唷這個時候是換上帶跑 確實 因為右股 看起來馬上處理 至少把傷害降得比較低 真的是很危險的一個 所以在一人部分是換上帶跑 若林黃紅 來接替原本四川黃瓶的 淘汰工作 所以四川黃瓶還是趕快要來進行一個治療 畢竟是日本隊的第四棒 日本隊 日本隊在二局下現在兩出局再度攻陣到滿累 持續來啟用帶打的更換 換上是背號一號的神里何毅來帶打 帶打是原本第五棒的剪眼鋼士 神里何毅也是一位外野手 所以待會可以直接來守外野的工作 趙斯幹的話 他是用側頭的話 其實他的直球的 球速可以來到130公里左右 哇 讓日本隊打著這匯棒入口 所以像教練所說的 有經過一些這個比較高強度的比賽洗禮 對於球員的心態來講有很大的成長 一定會有影響 那其實這幾年在這個捷克的棒球發展 也是歐洲的棒球強國之一 這一球打高了 在中外野方向最後是沒有辦法來守備 進成一支長打的出現 這下子這一支安打又要帶有打點了 而且可能是一支輕壘的長打 現在是一個輕壘的三壘安打 幫助日本隊是在天三分 目前是24比0 情況應該算是已經換上對中的王牌了 但沒想到趙斯幹在來 剛才其實狀況很多了 除生球也好 或者是這次的長打 變化球位置來看的話 其實掉的不夠低 是 是 雙方分差已經來到24比0 大家要用到是第六棒的打者 哇 這個時候又是一個出生球的出現 直接打到打者的背上 佐藤旭這個時候是獲得一個出生球寶送 沒想到 沒想到 趙斯幹的控球來講 都好像 出現滿大的問題 沒錯 趙斯幹的部分應該是 香港對投手正中的王牌了 王牌了 這幾顆球來看的話 就是說 他以側頭的方式來看的話 他身體一轉開來 你只要他手沒有跟上旋轉的速度 就會往右打者的 裂角過去 比賽來到二局下 現在日本隊兩出局 再度是攻陣到1-3-0 我今天正好比賽第一次來做牽制 相對來看 你會發現 趙斯幹的牽制的速度真的也算快 來 這個牽制還蠻有水準的 在香港隊的流攻當中 還是持續有投手的精神暖身 雙方的優勢 只要你選擇 我覺得你不測試一下 這個變化球很有水準 銷到了好球帶 是取得兩個好球的領先 看有沒有辦法來收下這個半局 第三個出局數 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這一球反方向又敲出了一支長打 哇 日本隊的打擊真的是嚇嚇的叫啊 這樣子也有辦法打穿三連防區 真的是厲害啊 哇 又是一支二雷安打的出現 但有一分的打點 這個球其實對投手來講已經投得很好 再來看一下這個位置 很外角的方向啊 哇 三連手扶下去也沒有辦法攔截到 這球真的是打得很漂亮 哇 真的是日本武士道打現一棒接著一棒啊 目前光是在2局下已經攻下了16分之多了 關鍵還是在守備的狀況 若是早一點不要發生那麼多失誤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在這一球就結束了 哇 這一球又 打穿了一壘防區 新鞋雷安打 新鞋雷安打現在又要再帶有打電了 兩個人回來 幫助日本隊再下兩層 目前是27比0 今天這場比賽甚至是日本隊的火力示範 幾分排清了 18分 記不下去了 沒錯 單局已經是攻下了有18分之多 大家來到第9棒 北豪4號的北川祥志 也是第4次來戰場打擊區 開始 1 2 3 1 2 2 2 1 2 2 2 都不玩了啦 阿鮮嘛 讓這個可能資深的好手一直打到很累這樣子 沒錯 其實還是會有這種世代交替的感覺存在 應該是說我想日本的主持人來看 他們這些年代已經有他們的模式在了 所以在什麼樣的層級他們會派出什麼樣的選手 其實在每一個世代來講他們 他都有很好的考量 沒錯 球數形成兩號兩壞 北川相處的打擊 這一球最後是讓打者回報了空遭到了三陣 一終結束這個半局日本隊的攻勢 是猛攻了十八分 搖搖禮仙香港隊 他們跟我一起聊天嗎 我們聊天